刚刚《三生三世诊》上书官方发布了最新的演员阵容 这不万众瞩目的仙侠剧终于有了进展 官方悬言 花开一刻声 花谢一刻灭 花开花谢出遍 三生情神 扶灵花海话不仅千年执念 三生书梦 梦起众生像 不仅引起了粉丝的迷恋 而且随后提到的一系列演员更是阵容庞大 此部三生三世诊上书阵容空前强大 高伟光 迪丽热八首次主演 更有陈楚河 郭品超 刘雨昕等亲情加盟 引起了不少的反响 这次曝光的演员海报 也特别的富有仙气 特别是高伟光的东华帝君 还有迪丽热八的凤九 这一次终于让观众得偿所愿 开启了二人的心里前缘 高伟光随后转发了这一组照片 赋言 这天宫的日子还是和从前一样 又好像有哪里不一样 估计这言外之意 就是上一部他是配角 这一部终于迎来了主角 等到了人依旧还是那个凤九 迪丽热八也转发了这一照片 却说道 终于带老东华去看星星了 看来二人这次是心有明晰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话说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视剧可以说火爆了影品 杨幂与赵又廷再上一部里的精彩 都历历在目 而作为去集三生三世诊上书 却开启了东华帝君与凤九的情愿 高伟光与迪丽热八也终于转正 成为主角了 这部戏开播估计会大火 毕竟高伟光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而成名也是因为三生三世 出演的东华帝君一头白发 特别有仙气 感觉有一种脱离世俗 油门不尽的高人 迪丽热八就更不用说了 刚刚结束的1001亿 现在还在回味呢 对于高伟光与迪丽热八之间的故事 并非首次 也并非二次了 他们之间的合作最少有六次 然而那些年的合作为能带火的 2014的微时代 高伟光与迪丽热八就有合作 高伟光饰演高富帅王子英东 迪丽热八饰演富家公主吴安珀 2014年的古剑奇谈 高伟光饰演尹千商 迪丽热八饰演扶曲 2016年傲娇与片剑里 高伟光饰演的富家温柔率男肖建军 剧中追求迪丽热八 而迪丽热八饰演的唐南南大的咧咧又惹人爱 2016年爱的阶梯里 高伟光饰演楚要辉 迪丽热八饰演宋家小姐 2016年班淑传切里 高伟光饰演男大王 迪丽热八饰演楼兰王女安心 再到去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东华帝君与凤九 在过去的几年里 高伟光与迪丽热八之间的合作挺多的 却一直都是配角出演 很多戏也只是合作 没有对手感情戏 合作了这么多年 二人未能活起来 一直到现在 终于等到了 二人在第七次合作三生三世枕上书 这一次 二人将要从以往的配角变为主角 之前再上一步饰演的东华帝君 让高伟光圈粉无数 这次再次出演 想必更加精彩 淘之夭夭 啄啄喜话 巧笑倩妻 美目叛妻 那一世 她是惊艳灵动 俏皮柔力的青秋小地鸡 先来给大家看 诶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